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 我是杨子 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天元赛本选赛的第32强的比赛 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蔡静老师 蔡老师好 杨子你好 亲朋我们大家好 今年的天元赛呢 赛程上也是非常的灵活 在疫情防控和两会赛令召开的这个特殊背景之下呢 今年的比赛也是拉长了赛程 是进行了三个赛区的比赛 然后大家这次比赛是就是每天下两盘 是 然后在就是面对面呢 就是大家在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比较好的关注的 然后呢我们本身比赛嘛 一次可能32强的比赛同时进行16盘 是 然后我们可能看都看不过来 对 这样变成每天一到两盘的比赛 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所有那个精彩的对局 是 所以这个对齐名朋友来说呢 应该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可以有机会欣赏到更多的精彩的对局 那么说到这里呢 有些情人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担心 如果错过了直播怎么办 那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安利一个 非常好用的围棋天元 手机端的回看功能 就在三天之内呢可以用手机进行回看 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可以用电脑微信端 以及还能电视投屏等功能进行回看 那么如何实现以上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订购围棋天元公众号成为天元会员 是不是特别好 对 这样的话就是上班时间这个没法看到 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回看 对 那我们首先为您讲解的这盘比赛呢 是由张涛对阵黄云松 蔡定你对这两个棋手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这个大家都是就是 同龄人 同龄人 然后张涛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 是 然后这都是中国一起的中间力量嘛 然后张涛是这两年可能去读书去了 对 现在应该是在上海的财经大学 对 目前是大三 他们两个棋手印象当中都属于是快枪手 不知道这个印象是不是很准确 现在我觉得就是AI出来之后 大家因为棋的熟练度都更熟了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都变快了 对 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棋局啊 这个棋张涛是黑棋 双方移上来四个星位 是 这也是就AI比较喜欢的这个开局 可能大家也就是 我觉得也是背的成分偏多一点 对于AI来说 星位比小木要更好一些吗 我的理解是就是小木的话就是 被小飞挂的时候不太舒服 就是牵的话可能会有点慢 但不走的话被飞 感觉就是四路压三路 应该是四路稍微占一点点便宜 所以就是星位的话呢 这个别人怎么走你不理他的话 这个星位受到的压力要小一点 应该是也差不多吧 可能反正AI最开始是星位走的多一点 后来现在就是大家想想 小木也比较多 它风格其实也在一直的变化当中 对 然后接下来黑棋是先挂了一下 白棋手脚 黑棋这两个挂 这个就是把白棋压制在那边 然后希望肯定是希望白棋继续硬 对 然后这个没有去走点脚之类的 应该也是就是不想把这个 起一下的太复杂 就是点脚的话 一进入米式飞刀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不太可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简单 然后这样就是如果我们背AI背的 没有那么熟的话 这样的话可能会轻松一些下来 下来会轻松一些 然后接下来白棋是一间低加 对 对 黑棋手了个脚 以前这个棋 我们点脚或者跳起来 基本上两个选一个 那好像跳这个的定势 已经就是很少见到了 跳完之后 好像是这个棋 好像是怕冲段 以前我们就按理来说 如果我们以前下的多的 可能是爬这个 然后冲一下 对 就以前下这个定势会 就是如果是 这个感觉是教科书式的定势 如果是资深其迷的话 一定是这个定势会比较熟 是 但我的理解还是就是 就是四路压三路 这个三路一方就是要吃亏 就我们如果反过来说 如果说三路这方不吃亏的话 他一定会尽可能的去多爬 但是我们任何情况 任何这个的定势 就是愿意这种 在安全的情况下 愿意这种多爬的格局 好像很少 几乎见不着 对 这样白旗既然不爬 那说明三路一方要吃亏 然后白旗尽早地跳出去 肯定会尽早地跳出去 所以我觉得一般情况 是不愿意被压下去的 但冲段的话呢 就是后面会 会有一点这个 就直接冲段吗 但冲段以前就是我们 我们以前这个最早的话 是下这个好像比较多 但现在好像没见过这个 白旗吃这个 对 是吧 就以前特别 这个好像是场合的定势和下法 对 这个20年前我觉得 这个老见着 现在好像不容易见着了 这以前好像是这么下的 会就是后面会比较复杂 然后这个谁便宜也搞不清楚 但是现在好像黑旗这个跳了 飞压这个下法 就整个就见不着了 就可能是担心 我印象当中 这个冲段 好像是跟争子是有关系 对 这个争子 就黑旗 黑旗是打这个 对 这个下法确实也是停留在 刚刚蔡静说的 20年前 对 这个打吃完了之后 黑旗贴这个 以前呢 是认为白旗这个旗 如果白旗争子有力的话 白旗是可以打死黑旗的 这样挡下来 就是可以 如果真子白旗有力的话 可以把黑旗给吃掉 但现在这个真子是 就是黑旗有力 黑旗有力的话 可以先吃一下 这样利用这个打吃的先手 黑旗就可以把白旗蒸掉了 是 就以前认为这个黑旗真子有力 白旗冲断的话 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下法 但是呢 就是AI出来之后 好像是认为这个旗白旗就简单的 就吃一个 就把这个紫吃掉就还可以 这样黑旗 比如说那么拐打白旗提 就简单的提一个 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看木树的话 黑旗可能石木旗多一点点 白旗这个加起来 可能也有石木旗 但是这个黑旗似乎这个地方 还要稍微欠一点 然后白旗等于也是 这边有发展 这边也控制了中间 将来味道可能还有一点点坏 所以可能简单这么处理一下 白旗就还不错 就黑旗吃两个字也不是特别的大 对 将未来的时候 这些地方还有先手的便宜 对 包括扳头这个黑旗都不是很舒服 这边下来之后可能也要回去 所以整个好像这个非被冲断的话 之后就是 反正白旗可以弃掉这两个字 这个思路成立之后 好像黑旗走这个的就比较少了 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 这个非压定式 还是挺实用的 对 因为这是最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定式 把这个里边变化搞清楚 还是非常实用的 对 但是现在就无论是怎么下 好像很多种局面 包括这个旗 黑旗挡一个 白旗就算简单长一个 我觉得可能就都不一定说 这个旗黑旗吃了 就一定的便宜 但以前我们觉得这个旗 白旗要这么下的话 就觉得白旗这个可能不太会下旗 对 最后白旗没走到东西 全部飘在外面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再打一下 然后如果说这尖顶能尖着的话 黑旗实际上墓数并不太多 外面白旗还有先手 就白旗简单处理一下 有可能就还不错 黑旗吃完两个字之后 实际上是有一点点重复的 仔细算一算的话 其实局部来说 墓数上来说也没有很大 大概就十墓旗左右 但是正常可能没有人愿意会这么下 那如果黑旗挡的时候 白旗更多呢 还是要选择二楼班吗 这个好像很小见 就可能 主要还是要根据情况 可能本身班 就我记得最早的认知就是 就算白旗班那个战斗 白旗也是不怕的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是 白旗面临的选择比较多 然后黑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被动 实战这里黑旗就没有选择这个定时 黑旗实战是拖鲜了 对 守了个脚 挂完脚之后 拖鲜也是很流行的一种应对 对 觉得是便宜了吗 这一下子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白旗 我们直接手脚 白旗也手个脚的话 就手成这样子 就无论是腥味还是小木 我们挂一下的话 可以起到一个效果 就是让别人手都没有那么舒服 对 相当于手在这个位置很奇怪 黑的打入也是一步好奇嘛 对 但是就是白旗一手 旗这个手 就是本来可以把手得比较牢固的感觉 就是这种两个字 手个脚 或者围有脚 手一下 但我们只要是挂了一下之后 这个黑旗再想补 补成那么完整的话 就很难了 是 正常来说挂一下 我们要是不会走了 不管它几肩加 我们拖枪 应该都没什么大问题 挂完 手脚 白旗 坚定 这个靠压 正常 第一感觉 想把这个子压住吗 对 靠压跟肩顶 这两步齐的区别在哪里 就如果压的话 黑旗 这个 有可能挖出来 但是也有可能不懂 这个挖需要 针子有力 就挖这个的话 我们如果针子不力的话 白旗是可以打这个的 就是黑旗得长 对 这样白旗沾上的话 这个针子不力 黑旗是很难办的 但如果针子有力 白旗肯定不这么下 这个白旗肯定被吃了 还是有点亏 这个子吃太大 这个如果说这个旗 现在好像很少见贴这个 贴这个的下法 以前 以前这个贴还是挺常见的 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了 然后可能觉得黑旗 虽然能把这个子吃掉 但是黑旗借用太多了 然后也是就是 黑旗的可选择性会比较多 白旗也是这个 能选择的东西非常少 是 所以这个 现在几乎没有 没有这个压的下法 然后我们如果打外边的话 这样被黑旗把脚地都给取了 这个以前其实我们下的还是挺多的 是 这样一个定型 但是这里就是面临两个断点 这个会比较比较难办 就下完这样的话 这个白旗 旗行上肯定不是很好 对 我们可能以前 以前好像就半战的走了 有这个印象 这个定是感觉很久远了 可能是这么小一个 但是现在是基本都没有这么下了 什么 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也差不多 无论是否这个 我两个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仔细看一下的话 这个局部 白旗有三四五六七八个字 黑旗六个字 然后这个脚里面 黑旗是大概八木旗 白旗多了两手旗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无有角之类的 被黑旗先手把这个角给抢了 然后白旗这个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 对 外面有点啊 各种这个借用 对 如果黑旗在这边加强子力的话 可能这些旗子 从AI角度他没活 他没有 他不是活旗 或者我们有另外一种算法 就是我们一手旗的话 大概值十三目左右 就是因为韩国贵的贴六五半的话 是比较公平的 然后中国贵的七五白黑旗稍微大一点 所以一手旗的价值 正常是两个天目 如果我们黑旗变成白旗的话 可以就是近转十三目 那这里呢 两手旗的话 我们就是二十六目 二十六目加上在角上的八目的话 就等于是三十四目 那如果说白旗这块旗 有三十四目以上的价值呢 白旗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应该大部分人 不会判断出来这个旗 在三十目以上 好难 但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局面都不可以 就如果有一天 这边白旗确实有很大一个 能为控的空间的时候 也是可以客观这个选择一下的 对 但是主要现在这个局面 这边已经被限制了 然后只剩下这一块空了的话 白旗不太好掌握 是 那实战 白旗是小肩 白旗坚顶以前我们这个旗还是从心情上总想 总是想得长出来的 但如果长出来的话 这个白旗跳 这样的话 黑旗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直走下去的话 这个比较比较被动 然后就等于局部还是白旗指数会多一些 然后如果在这个地方使劲纠缠下去的话 黑旗这个先招的效率很难充分体现出来 所以就算是黑旗要长一个的话 我们也是大部分 大概率也是现在继续脱线 那将来不担心白旗在这个地方攻击这两个子或封锁吗 对 这两个子基本上就只能看清了 然后一个是这边逼住的话 可能会有个度过之类的 应该是那个脚上本身就有点脚 就有一些借用 感觉现在其实就更灵活了 但这个本身就是很早以前也就是有很多下层这个局面 然后脱线的 就有些棋子 像刚才蔡英老师说 如果白旗封锁的话 黑旗这两个字也不一定要 对 灵活的处理 但真的吃到了那一天 其实白旗脚上也挺大的 但这个脚上还有一些味道是吧 对 实在是黑旗没有长这一下 直接手了个脚 然后白旗护住 就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截上会觉得这个白旗脚上这个比较舒服 但是呢就是我以前也觉得这个旗 白旗如果能走成这样 或者能走成这样 这个白旗是非常满意的 但我今天我突然感觉就是这个旗啊 如果我们看成这样的话 这个是觉得白旗稍微慢了一点 就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感觉是白旗效率要稍低一点点 但是我很难证明就是这个黑旗这两个交换啊 他一定亏 因为这里呢 他有搬了打的先手 然后以后有逼住的话呢 这个也有可能顶了搬回去 包括这点脚之后呢 这个也有可能要顶了搬 里面有各种手段 就本身的这个小黑旗想活 其实也很难活 就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黑旗虽然送了一个子 但是实际上并不见得就亏了 是今天刚刚获得的灵感吗 我今天突然有看这个戏 突然有这样的一个灵感 突然感觉这个白旗也没有想象中效率那么高 所以如果我们是要先压别人没走的话 我建议这手旗还是顶到这儿 虽然脚里头就是没有手的那么牢固 但是这边黑旗的先手啊 少很多 而且对于黑旗来说 这个脚也不会甘心在里面活旗 空间太小了 它活得不会太舒服 还是可能在外围走旗 而且这虎到这儿的话 这个地方将来还是有可能被黑旗便宜 黑旗是脱旗 白旗斑 黑旗连斑 就当这种局面就是 我们可能不知道该往哪里下的时候 现在就是无论是AI还是就是高手 都是选择这种走那个确定性比较高的起 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啊 这种脱了斑 就无论下什么局面 我这手旗都有一手旗的价值 这个至少保证我们不会下的太错 这个小非手脚非常的推荐 是不是在布局阶段的话 不知道下哪的时候就下小非手脚准备错 对 其实我们换一个思路讲 为什么我们要站脚 因为我们无论是在100手或者150手的时候 这个脚永远都是大的 然后手脚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就算150手的时候出现一个手脚依然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往任何地方下 它可能随着棋局的变化 那手旗变得没有那么有价值 白旗飞 这个飞好像并没有那么常见 好像是拐一个 应该是更多一点 拐完之后继续要压 这样的话 可能是担心这样落个后手 就是被黑旗在这边分一个的话 白旗只有这一块还被打掉的话 整个旗不是好好掌握 就这个压的时候 黑旗现在是要选择脱线吗 还是要扳起来 一般情况好像是这个时候就不走了 就扳的话 黑旗扳一下继续脱线 或者是把这脚吃了都有 如果要扳的话 好像是白旗要断 断的时候不太舒服 这里黑旗可以把白旗吃掉 但是白旗将来就拐一个 就这么弃组就算了 就弃掉了 白旗压的时候黑旗是不太舒服 这里不走以后 以后还可能被顶了 加这个整个形状 就白旗比直接斑了牙反而更好 虽然气了几个子 这样黑旗要是煎一个的话 这么走一个 将来味道也挺坏的 而且是白旗的先手 这边走一个还是挺可观的 吃了也不是很大 对 这边从这边立下来之后 也可能要收起 所以基本上这个 好像斑一个很少见 我看到今天摆了几个定式 中间都有涉及到气子之后 吃的还不一定好 这个对我们思路上来说 也是一个拓宽 就是不一定吃了就是好 一个还分析一下局部的指效 对 再看一下到底吃了多少目 是 就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得去衡量一下 一般来说 像吃紫的话 就是吃掉一个脚和一个紫的话 第一感觉觉得还挺好的 对 就我们比较 比较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我们如果说 就是一个这样的脚 比较 比如说一个这样的脚 我们下来下来棋 经常会出现这种脚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就是第一反应 这个火脚很理所当然的一手 对 实际上如果在开局阶段 这一手棋的话 是比外面一手棋 随便拆一个的话 是要小的 这一手棋的价值 大概是就是后手20目 但是我们 无论是什么分个头 挂个脚 点个脚之类的 应该是就是要超过20目 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这种能看得见的 一块棋的死活 往往会 就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小一些 我觉得 这些虚的地方 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一些 对 好我们看实战 飞的时候 可以的打吃 搬起 拆边 对这样的话 如果黑漆不打 这个白漆应该是要立下来 这样黑漆这个地方 补起来 其实也还好 就跳一个样 黑漆打这个 还是就是 想把这个白漆 这个漆形给弄坏一点 是 把黑的顶了一下 退 其实这个黑漆顶的搬斩 我是有点不理解 黑的是在顶之前 先做了一个交换 就先搬了一下 然后白的吃 黑的又顶这个 对 就是白漆这边 一旦形成规模 在搬的时候 可能会怕白漆 长这个 这样粘出来 白漆继续战斗 白漆也不见得怕 然后黑漆 搬完这个呢 等白漆走后了之后 黑漆再想 他这边活骑 就会变得容易 上面多了一个打吃 对 但这个顶了搬斩 我是有点 有点 直接搬斩 有点疑问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正常来说 我们打吃的时候 白漆是立一下 然后顶一下 定个型的 这里白漆之所以 没走的话 应该是 肯定是 就是有过研究 我不怕你顶 甚至是我希望你来顶 但这里黑漆 还是就是选择的 把这个走掉 这个 我觉得这首漆 就是有点 有一点点财迷 这个 它也可能是刻意的 要把白漆这个漆行走 是 但这个我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局部应该是 黑漆还是要明显 克里斯 我们可以首歌一下 这个漆等于是一个小木 白漆一个二尖高挂 黑漆飞了一下 然后这里呢 等于黑漆半尖一下 这样的话呢 大致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白漆呢 在这边上面走了一个 和黑漆这样多的两个交换 就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应该是就是 双方两分的一个定型 就从直觉上来说 应该是 或者甚至是白漆稍微好一点 因为这个黑漆正常飞完 不会 不会马上去搬沾 但是这几下交换 等于黑漆 白漆刺了一下 然后黑漆等于是用到底下去了 然后被白漆这边 一边冲了一下 本来黑漆是应该直接沾上的 这个被白漆冲了一下 冲回去就多了个断点 这个头变软了 包括这个白漆这断了一下 也是这两个交换 也是白漆便宜的 对将来官司的话 立下来这里边黑漆要收气吃 对特别是当这口气紧了的时候 这个断是赚了不少木的 是 所以这么看的话 这几个交换 似乎黑漆都是在亏的 这个局部 黑漆这手漆 应该是有一点点疑问 接着白漆继续扩张 煎冲 这个煎冲是不是也在间接的防止这个断点呢 跟真有关系吗 正常来说这个断点应该不太可怕 就是断的话我们不行 我们就加一点 就气掉这个子 对 吃这个子本身价值应该是很小的 这样的话就是黑漆在这个局部 投入了太多的手术 黑漆虽然吃了不少木 但是应该是不能满意的 是 然后白漆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白漆要扩张这块控 我们就是如果守这边的话 就是怎么守 这边明显黑漆还能进去 那如果守这边的话 黑漆肯定那边也能进去 所以索性我们就两边都不守了 你破一边我再为另外一边 然后直接最大规模的去扩张 一起点了一个 这个点的下法 是不是也是这个局部后续的 一个常用的下法 对 这个好像是类似那种套路的感觉 这个其实不当这个局 不单单只有任何一个这种 就是类似于一个尖的形状 这个其实都可以往这点 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我走这儿的话 可能你不理我 就是不一定是绝对先手 这时候就有可能来点了一般 因为这个角上 它已经基本上进不去了 是 这个小尖的骑形非常的坚固 这手棋可以让它厚上加厚 对 主要就是让它厚上加厚 特别是这个打吃还是先手 嗯 白棋 白棋是反家 反家 黑棋 你先靠了一下 这个也是让白棋厚上加厚 让它往里跳 这样 没有沾 就如果沾的话 这个棋 如果沾的话 这个白棋 这样黑棋就面临跑这块棋 然后整个节奏 可能就在这块棋功夫上 但整个黑棋 其实现在暂时 看得见的幕术并没有那么多 这块棋 要一直跑出来的话 可能会成为一个 比较大的负担 实战黑棋的选择 黑棋实战 这里没走 走了一个这个顶 对 这个顶 看起来 它也是这个地方 直接走的话 觉得被动 然后想在这个地方 利用白棋的弱点 把这个被动给化解掉 找一些头绪 在这里 这手棋 我觉得合理性还是 这手棋就是 第一反应 我是感觉白棋要搬外面 就是黑棋吃这三个子 这个 并不是 不是那么大 甚至我觉得白棋脱筋 也是有可能 就比如说 这刚才一见冲了 我们把它挡下来 这里好像 如果黑棋再走的话 手术太多了 就是白棋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那么 那么重 可能 但可能也是 肯定是希望白棋在这里引 然后 把这个整体的白棋模样 给破坏掉 是 那接下来是 断 这个 这是秀力量 顶完之后 也就是瞄了这个段 顶完是必须得断的 这个不断的话 被白棋立下去 然后把它收回去 受不了 然后白棋是顶 对 白棋底其实跟棚 好像区别也不大 这个 这个 黑棋管 挡住 然后是断了一下 断了一下 黑棋冲出来 这里还是得利用白棋的 这个棋型的圈线 这个下法 应该也是黑棋 当时顶的时候 它的异想图 应该也算到了这里 肯定是它的异想图 就是想把这个棋 给走成这样 是 白棋 白棋没有挡 对白棋拐出来了 白棋拐 就如果挡的话 感觉被 应该是要打吧 打成这样 只能粘回去 这个棋型有点重 但这样的话 如果黑棋这块棋 与白棋这块棋 发生一个对攻的话 可能走着走着 白棋这个棋 就没有什么潜力了 然后黑棋再找出机会 粘出来也好 坐火角也好 这个 就是可选择的比较多 就黑棋希望通过攻击 白棋这块就顺势 把中间破坏掉 还能争到一个先手 就黑棋这么选 主要也是因为 当前面这几个交换 黑棋通过把白棋 这几个走后之后 得到一个火角的 这个可能性 然后呢 这里就等于是 让白棋重复了 是 实战白棋是简单的 拐了一个 一起冲 再去唱 再唱 然后打了一个 这个必须得打了 再不打的话 等会这四个都死了 又打不着了 翻出 黑棋沾上 这样这个局部 白棋应该是 从心情上来说 应该不会补 但是这首补呢 这个是有一手去价值 应该这里感觉上 十岛是要补的 比如说黑棋怎么拐一个 之类的 这个地方十岛要补 是 这里呢 真是暂时 那黑棋是不会拐出来 因为白棋上面太厚了 这个地方就是 先保留了 白棋现在 现在能撑多久 撑多久 不行了再补 这里 煎冲 接着白煎冲 这个煎冲还挺好 又挺实用的 上面煎冲呢 是可以 这个地方扩张的时候用 下面煎冲 是清销的时候用 这个其实我觉得 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对也是就是 无油脚也好 心卫手脚也好 只是让别人厚上家货 这里呢 一人多几个子呢 肯定是就对自己 更有利一些 然后黑棋是爬 白棋跳 白棋跳 然后黑棋继续爬 这样黑棋把 基本把三线以下都给控制了 把木都给控制了 对现在整体的隔离 就是黑棋有几个脚 目前是三个脚 那个脚随时也可以拿到 但这个就是白棋 这个棋到底 这个后市值多少 然后这个脚里的 这个死活上也有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太难判断了 这个很难判断 是 这个局面对于白方来说 也是比较难把握的 可能从胜率上来说是白的啊 就也许是白的好 但是未来的时候中盘 这一个关于这一块的把控 挺难的 对 这虚的东西一定是 就是难把握的东西 然后我们要说形式 谁好的话 我觉得就是真正好下的棋 一定是就是实地会比较多 然后比较好控制的棋 就是如果上实地上就是没有绝对的优势 我们就算形式再好 其实就是真正的优势也不是特别的大 是 这里黑棋还在继续走 黑棋立 黑棋是 先立了 对 先立了一个 先立 白棋 正常我们可能感觉是挡 这样的挡完 挡完的话 这个黑棋站在这里就会比较舒服 然后就算不沾黑棋 还是有就是火脚 这里白棋就是直接想一手棋 把这两件事都给干了 这两个子湿了 那个脚也一块湿药 是 这样提高一下效率 但坏处就是这个地方 黑棋多了一口气 然后白棋的棋形变得更薄了一些 就黑棋外面镜就更多了 对 然后这边先打了一个 白棋粘上 直接跳出来 这样白棋要连接起来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麻烦的 嗯 冲 顶段 白棋是怪 对 这个地方不能再打 再打没断 要出问题了 但黑棋还是要冲出来 就黑棋继续在这个地方寻找头绪 还是希望跟白棋进行一个接触战 顺势把这个空给削一削 什么 把鞋力削一削 这里最主要还是要就是抓白棋的弱点 这个地方如果冲击不到白棋的话 我觉得整个白棋这个效率还是有点高的 是 尤其白棋这手棋已经补到了这里 这个黑棋在这一带没有什么战斗的成算的话 这个角死的还是挺大的 对 最主要这个整体的就是黑棋的实际 实际上的木数 虽然占了三个角 但是能能真正能够数出来的木数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把白棋去贴 好 黑棋贴 黑棋打死 这里白棋就简单粘上了 实际上白棋狠一点的话 白棋是可以利用这个弯 这弯可以演艺器 所以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可以立一个在演艺器 这样黑棋是只能就是只能粘回去 然后白棋这个连斑的 这斑了连斑的话可能会比较狠一些 斑 那这个地方黑的提里边是 黑的提完之后 关键这个提是黑棋没法粘 这个粘完之后 它这个只有三口气 这个气太紧了 这样的话可能 就是白棋可能要好下一点 但是真的要把这个地方算清楚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 是 因为这个不光光只有这个结 就首先这个结已经够你算的了 然后这个地方还欠着一口气 甚至这底下还很薄 这个需要考量的东西比较多 实在呢 就是白棋应该是觉得自己 就是可以满意了 因为这个它是直接粘上了 脚上有已经有不少木了 所以拿到手了 其实现在我们在看的话 反而变成了是一个白棋实地的格局 黑棋变成了一些虚的东西 是 黑棋扳头 白棋压了一个 黑棋顶住 这口气这个虽然地理断点比较多 但是正常从心情上 应该是不能忍受这个腿让 所以这里只要没有看到明显的气 基本上都是能撑住就撑住 白棋脚上断了一下 这个断就适应手 这个时机应该是掌握的比较好了 这个黑棋会不太好硬 这个黑棋如果吃的话 这个白棋直接断 就直接把这三个都给断死了 好 这黑棋如果粘上挡的话 有个打吃 对 再打一下 然后一般就死了 这样的白棋黑棋没有气了 只有两气 所以这里是绝对不能打的 要补这个断点 补这个断 黑棋要不粘在这 要不弯在这 但是粘在这的话 就是下这以后木树 就把这个都吃了之后 木树要好很多 所以黑棋粘了这个 白棋这里没有直接 就是把黑棋击毙的这种手段 所以暂时先把自己加强了 黑棋也补了一个 黑棋 先挖粘 其实这种跳以前我们下挖粘多 但是好像AI出来之后 AI几乎是不选择这个挖粘的 很少见到 除非马上这边要唯空的时候 可能有个挖粘 就挖粘之后 虽然白棋有两个断点 但是这个子和这个子 其实价值都不是很大 对 这个子肯定是白棋不会要的 这个有一点点 里外交换的这种感觉 白棋走了 外头去 黑棋补了一手 这里不走的话 白棋可以先扳一下 扳完之后 因为黑棋还是不能打 打完被白棋包一圈 这一扳子了 黑棋只能挡 这样再被白棋爬了 就刚看着这个地方 感觉就收起就很累 所以不但黑棋补了 还是补在这个打棋的位置 如果黑棋要见到这的话 以后还是被爬感觉 就是有一个打结的感觉 有可能局部就出棋了 感觉上会有一个缓棋结 算起来可能会复杂一点 所以黑棋直接索性 就是把这个棋 做到最简单的 然后下一步白棋是 夹 夹在这里 这部棋看着 挺有意思 直接夹在这 直接断的话 感觉不太好是吗 它是不是把黑棋打出来 就这边还有接用 这个黑棋 这里它是有接用的 有先手 贴出来 出来之后 这样的话白棋 肯定是不敢扳了 这里感觉太危险了 应该是扳 扳完之后 首先黑棋就是 这里扳之后 这个断是不成立的 黑棋打一下 然后 这个黑棋冲回去 应该是没问题 就直接冲 直接冲就可以了 这个感觉上白棋 应该是杀不掉黑棋 这个白棋 白棋能确保自己 形状不出问题 就不错了 这里实际上写得了 这个加 应该是 就是 想吃这三个子的 一种策略吧 但我不知道 吃这三个子大不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 就是如果说 这个被跑了的话 这以后这个地方 吐完之后 黑棋粘出来 是有可能跟白棋 这块杀气的 这个地方 中间白棋 和手断开的话 这个白棋的气 也非常的紧 而且白棋局部 没活 它是 局部是不活的 对 这里就要跟黑棋 搅上杀气 其实不一定能够杀 所以白棋 所以白棋这个 不能说断一个 狗鱼排子出来 就让黑棋出去 这以后脚上 还是挺担心的 白棋是 加 这黑棋肯定得尝一下 就算要气子 也会尝一下之后 之前先做了一个交换 这边先挤了一下 然后白棋粘上 一起再尝 白棋是断 这样的话 黑棋就只能气子 白棋是这个 这个就都气掉了 那也没 想跑也跑不掉了 没有办法了 对 这个 木色气的木数还挺大 但不知道 确实形式怎么样 对 这个比较难判的 它感觉上 如果是要气子的话 这个压有必要吗 感觉上还是卖了 这个先手 但也有可能 就是怕别人 沾上一手气不 但沾上这个气 也比较紧 压一下 也正常吧 压完之后 感觉上白棋 吃的还是比较大的 就白棋的实地 是看得见的 很大 这感觉 我速速数了一下 已经60多目 60多目了 还是就是 黑棋 黑棋应该没有 那么多目现在 黑棋 现在能看得见的 就应该是 还不到50目 这样白棋 这块 其实把这四个的吃了 肯定是超过60目了 是 这个 白棋实地上 这个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 对于黑方来说 实地压力 还是挺大的 对 黑棋虽然有三块 但是整体 都是每一块 都不是很大 对 二线三线的实地 尤其这个角 以后还要往回收 就这个角 是比较大的 但是也就 二十 二十二五 二十三 这个角 关键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的守住 这样的话 就是逼迫黑棋 必须得在这边 有所作为了 这边黑棋 必须得成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规模 但如果我们 直接围空的话 像围出一块大空来 这个是 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这个白棋 至少通过削你的时候 白棋也会有增加 所以在 如果说我们觉得 这个棋形是 不太好下的时候 连棋盘上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最弱的棋 寻找目标 对 得有一个目标 是 实际上这里 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 这个家和这个家 他们俩是一样的意图吗 应该不一样 这个家 这个家是直接 就是要吃掉你 这个是有一个 局部的一个 吃责手段 这个家呢 是想攻击 这个家就是 一个要把白棋 压制在里头 只要白棋粘 黑棋把白棋压住 就是让白棋形成一个 这个 主要是要把这条路 给白棋给堵上 就让白棋 比较被动的一下 然后利用这个地方 白棋还欠了一招 这让白棋这边 就是行动起来 有一些 有一些担忧吧 这个地方 接下来白棋 这个出现了一个断点 然后接下来粘 把断点补上了 粘在这里 黑的再一跳 黑的这个 感觉整体的 作战的攻击的手法挺好的 对 因为整个地方 白棋好像没有 没有一个很好的眼位 这里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优先考虑 不要这两个子 就是加的时候 脱先 脱先或者是反加 这个我会想一些办法 可能 但他可能是担心 这个三个子太薄了 这个地方 确实也欠得起 这个还是有顾虑 白棋是往外跳 这个地方 这个 白棋跳之前 先挡了一个 挡黑的 跟黑棋X2交换 白棋往上跳 对 这样 我白棋挡了一下再跳 我在想 黑棋这个X2 是怎么交换着 因为对白棋先挡 这个是合理 白棋挡完之后 白棋挡这个的目的 主要是 就是将来这个脚上 对黑棋造成压力 这个 并不是说 想在这里 先手便宜 像目数什么 挡完之后跳出去 这样以后脚里活得活得起 可能黑棋 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这样黑棋拆 黑棋拆边 白棋是脱脚 直接就来了 白棋断 这样白棋是不是搬一个 活了 已经基本可以保证合棋了 这样白棋可以简单的活 但是实际上还不太满意 想走一个更好的出来 把黑棋给断开 黑棋吃 白棋立 对 感觉上这个黑棋 遇到一些麻烦 这个地方 它不但要把脚 可能 就脚和边感觉 要失去一部分的话 可能这个棋 就不是特别的好走 这个棋 感觉上不太好 不太好处理 如果我们简单挡的话 这个 外面感觉被白棋冲出来 这个棋型优料问题 将来挡上的话 这个白棋还有可能搬这个 或者打一下再搬 这整个 就这块空想围起来 这个基本上很难了 这里黑棋实弹是怎么 黑棋也必须得就是把 把这个脚得处理好 除了挡之外 也没有 没有特别好的下法 是不是他们现在就下到这里 应该是 对 我们看到棋普是更新到这里 这个比赛是中午开始下的 12点半 对 目前是下了几个小时 下了接近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下三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四十多 这个比赛是慢棋比赛 每方两个小时 每方两个小时 现在的比赛的时间 比之前要有所缩短 我记得之前三个小时的 慢棋还挺多的 现在是不是基本上没有了 对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两个小时以内 两个小时已经算是慢棋了 对 这里黑棋 应该是只有挡过去了 要不就挡这个的话 感觉上 白棋就只能打一下 对 把这两个子气掉 对 这样应该是 这样黑棋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 实在 我觉得他应该会挡这个 挡外面 他可能现在想 是不是要打这个算了 走外面算了 但这样的话 从实地上来说 这个 这个脚被活得也太舒服了 就说明白棋当时沾完之后挡下来 这个 也非常好 让黑棋这个脚上比较难搬 这手段确实比较粉 黑棋肯定是没有落子 你看进程是没有落子 也是觉得比较难下是吧 不太好下 好像 它应该是只有等 只有等 这样 白棋往外冲 大概率会下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脚先 先不管它 先数个目 这样的话 脚这边 这个须的地方也很难数 我们 1234567891012 1314151618 192023 大概上个30目应该没问题 然后这里 456789101415 156目 45目这边 不算这个脚的话 白棋这里 这应该怎么算 这是不是 这可能算黑棋 虎萝读过一下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算黑棋先手 虎萝读过 对 这里黑棋要收关的话 还可以先手搬一下 便宜一下 这还要打一下吗 打一下应该不便宜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读到这 如果没有这 没有这颗子 我们是只能粘回去的 所以这两箱 所以是要收关的话 是要便宜一点 这个大致可以算 白棋先手提一下 对白棋先手提一下 对白棋稍微有利一点 这样 4567891016 181922 14 45 45 手机算 50 54 不算外面的话 就是算到这两目 54目这块 加起来的话 可能也接近 65目黑棋这块 算30 然后45 也就是说黑棋这个区的地方 需要围出一个20目 再加一个贴幕出来 嗯 要围接近30目的话 大概全局是个 是个平衡的 但这里就算 就算给它全围住 这里想成30目 好像也比较难 这个时候确实黑棋 这个 挺难 挺难处理 实地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 其实我们就算 把这三线全围住 这个地方 可能最终 也就刚刚30目 然后 黑棋这边 我们刚才还往外 多算了一点 这个中间 其实白棋 可能 就是这三个子 实际上没有完全安全 将来可能白棋 还是有一些 就是浅在浅力的 这里黑棋 最终要抓住的 可能还是白棋 这块棋的一个 就是没有活干净的 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外 打外面了 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木属压力就太大了 我们刚才判断完之后 白棋还不一定会打这个 白棋可能 更可能是直接抬上来 但是这里 这个结材 白棋应该不支持打这个 至少我觉得也可能 没必要打这个 白棋现在还没有决定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活了 但我们刚才判断的话 如果说把这个角活了 这块鞋只要不死的话 我觉得白棋就会比较好下 因为刚才我们说 要围30摩 这个地方 如果再加上这个角的话 就是要围接近40摩 那不靠这个脚还没了的情况下 想围出40摩 这个太难了 太困难了 白棋打完之后 目前没有落子 对 这里 白棋除了 人家上场应该 断之前 应该把里面的变化 是不是先提前会规划好 他这个时候 没有这个时候 他可能是幸福的烦恼 是吗 他有了比较多的选择 一个是直接开上来 我刚才还可以立这个 立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狠的下法 立这个可能是最狠的下法 立在这里的意思是黑棋 黑棋如果挡这个 白棋甚至再拐一下 再拐一下 这样这个结一旦打输了这个黑棋 首先黑棋粘回去的话 这个或者白棋先打这个 先打这个 先拐吧 先拐完这样 这样 这里会有一个杀器 直觉上黑棋肯定不能断了 黑棋如果断的话 白棋 白棋加一下 完之后就搬这个黑棋就死了 这样黑棋搬回去 我不知道能不能 但就算白棋摘上 白棋应该也不错了 感觉上 而且杀的话 感觉上是 白棋快一气 这个搬下来感觉是白棋快一气 白棋脚上 这有两个先手 其他比较长的 黑棋可能搬这个 不用这拐着 那还是白棋快一气 对 白棋这里应该是气是够的 是 那力道这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说黑棋还是要连回来的话 刚才我们活棋的时候 不管怎么活 黑棋这个挡应该是先手 现在我们打到这里的话 这将来很有跳出去 这样的话 对黑棋这块控 这个还是比较残酷的 但还是要面临这个 就是打结的问题 下成这样的话 黑的脚上实体损失有点惨重 而且白棋活得好大 对 我觉得这个力好像 好像是挺狠的 因为刚才那个结打输了 实际上白棋打上去了 我真的有犹豫 要打这个结 打吃 白棋提 这样也是打结 黑棋打吃 黑棋但是打吃 这个结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打吃白棋没有粘吗 白棋没有粘 白棋直接提掉 黑棋这个打吃已经上损结了 说明这个结是绝对不能打输的了 这个白棋提一个比较有意思 这里从我们直接上来说 就是要粘的 然后这里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第一反应 这个是粘一个是要节省一个结材 不然黑棋有下一个结 但实际上可能未必是这么想的 这个白棋提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提结 白棋是断一个结 白棋是断 就如果说白棋是要想省一个结材的话 这里黑棋消结的白棋打吃 白棋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 白棋不止一个结 就黑棋打吃之后 白棋还有结材 所以白棋并不是担心这个地方 黑棋多一个结应该 然后 那是担心这里将来是有对杀的 还是有这个先手 没有 他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这个交换 他不见得一定就便宜 他如果是这个棋将来白棋在这边 大吃这个的话 这个子反而等于是往空里填了一幕 所以这个 原来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是有可能这么想的 后来还在想这个打完之后 黑棋如果以后混了之后 这一沾这尾巴还没活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担心结材的问题 然后黑棋哪怕吃这个应该都不是结了 吃这个白棋 这个脚太大了 脚完之后这个脚全没了 所以这里白棋应该 对因为白棋找了这个结 找完这个结之后 之后白棋吃了这个黑棋提 黑棋消解 黑棋消解 对黑棋消解 白棋打一圈 然后白棋是斑 对这样我们就能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把这个吃通了 对这个粘确实放这里好 对这个时候这两个交换 就是明显是黑棋 黑棋要这个便宜 所以白棋当时提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了之后 这个段黑棋大概率就不会再硬了 对应该是黑棋 黑棋不可能硬了 应该是 那这个子确实放在这里好得多 对对对 而且你沾的话黑棋不用马上打 这个地方还有可能有断点 这个算路很深远 我们看到下到这里 棋局是进行到这 对这样的话就是白棋 左上角就是非常可观了 这白棋整体的进度来说 感觉它挺慢的 对 是12点半开始下 现在是4点半了 才下了100多手 这里刚才数了一下 已经就是应该是8什么还要多了 这一大块是吗 加这个了吗 都加上了 对 这个得算 得算黑棋被吃掉 因为这个不算黑棋被吃掉 黑棋出来白棋就有安全问题 黑棋 直觉上黑棋这棋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已经吃通了 这个白棋是很厚的了 这个地方是有 真的是有潜力的了 是 然后80目我是算的 这个这四个吃了 这里是 这里没有算是吗 没怎么算 对 然后黑棋这脚15目 这里 那感觉是我们这 没有80了 这里等于得围70目 对 得围70目 然后白棋还 就围70目 然后白棋再不长目 黑棋还不一定赢 黑棋还要贴木 对 但是这个地方还有潜力 就算你能围出70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围到哪需要有70目 我们全算目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 沿着这个四线全部拦住 黑棋现在是 这块能围出72目 72目如果算白棋80目 加上这个的话 是等于是盘面7目 就是很细的一个棋 就是黑棋如果把这里 全部围住 然后白棋一目去不增加 这盘棋非常的细 而且可能就是 黑棋还是要差一点 因为中间白棋是有潜力的 那这个对黑方来说 还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是无条件围伤 白棋在上面 这边掉几个黑的还得围 那么中间这个地方 无论是潜力 还是对这几个子的威胁 都是有影响的 对 不能让白棋再长目了 所以就是黑棋围到这一圈 是赢不了的 这个时候黑棋是必须得 必须得就是往外去走 看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注意 就是我们当一旦白棋 破进来的时候 黑棋要放开手去杀的时候 这块棋没有眼味 这块棋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将来 黑棋目前还没有落子 是不 那也就是考虑走这边 还是走在这边 就还是得利用这四个子的余热 我觉得 那如果黑棋目前实地上 已经落了下风 是不是最后还是对于这块棋 要从这块棋身上找一点头绪 它一定的围绕这块棋 它不然的话这盘棋是不可能 再赢回来了 就不可能反转 因为你不利用这块弱的棋的话 就是我们首先 就算哪怕是我们在这地方 中间要多维持一些空的话 也是利用它这块棋入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把专注力 那如果这样的话 当时这个打 不打就没有其他解采了 是吧 只有这一个打吃吗 不打这个的话 如果棋局还是进行到这样的话 这两个打在目前来看 其实还挺吃亏的 没有这两个打 这中间余味还多一点 我估计当时他打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白棋会提 可能他直接上 应该是觉得白棋要粘 会粘是吧 然后确实他也只能打这个 他不然的话 他也没有节菜可以找 就像这种虎都不是节菜的 这个脚如果是打输了的话 整个脚全死了 这样的话 就黑的脚全部死掉了 对 黑脚变成白脚 粘完之后就补一手 补一手这个应该 这个太大了 包括这黑鞋 这块鞋有可能变成 这个没活的气 那这么看就是 白棋也没有必要力了 白棋力的话 可能反而给了黑棋 一个回头的机会 这样打吃直接 确实挺狠的 就整体感觉 还是白棋把这个 这边吃得太大了 这个局势也很简明 白棋接下来 只要把这块鞋安全运转 同时不让黑棋 为太多的空 对 因为 其优势就很大了 对 因为这边的话 黑棋想这么贴出来 多围出来 好像很困难 所以黑棋最终是只能利用 就是 其实黑棋想不出 太好的办法 我觉得 最终也就是在这一带走一 走一 能给白棋实验人压力 张涛目前是陷入到了长考 因为这也比较难抉择 这地方怎么选点 这个时候就是比较难 在这一线先将对方分断呢 主要这个打把这个提一下铁样的后 就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较困难 比较难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是可选择的点太多了 就无论往中间任何一个地方下都是可以选的 但是呢又没有一个特别满意 这个时候就是要做出决策是会非常困难 也比较纠结 所以会陷入到长考 对 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到底要不要直接去断 就是我们断完的话 就等于是没有退路了 这个一旦断完之后 这个空肯定是不可能够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要想是不是有可能就围空 还可以继续收 因为刚才我们说围到这一线的话 这个棋 这里毕竟还是有多出了十几目 但这手棋 我们也不能确保它一定是先手 这个白棋有可能发力 就进来 白棋是不是可以拐过来 对白棋拐过来 确实这个中间也能多一些木 拐一些地 黑的如果就将对方强行分断 有没有成效呢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简单的看白棋接进来 就是这个的话你必须得把白棋这块吃掉 但是白棋这块是本身还是有眼味的 这并不是说没有眼味 这里我们要做眼的时候 就是还是先利用一下 就是活棋的时候利用一下对手的弱点 这样的话 看上去 看上去这个地方白棋是有眼可做的 所以这里黑棋想真想做出要杀它的决定 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决定的 如果真的要杀的话就是破釜沉舟了 对 一锤定音如果能杀还能有机会反这个逆转 杀不了就这个实力肯定就不够了 我觉得正常应该还是不会从这里从这里出来 因为这中间首先白棋太厚了 然后这个地方不光白棋这个地方有眼 然后这个地方黑棋还是还有一个挖这个地方有一个缺陷 这个有一个缝隙 然后白棋可能利用这个缝隙在中间将来什么靠一靠 这个地方也是有可能有眼的 拐了一下 拐了一下 这一下也是让大家看得清楚 白棋也补了一个 这拐的话就是绝对不是一个想杀棋的下方 如果想杀棋的话是应该会保留这个变化 保留一些先手 这外围有一些吉他的先手 这样的话黑棋应该是只能去尾 拐完之后又没有落子 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个地方怎么下 太难了 对于黑方来说现在确实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 白棋的木还是太多了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棋就等于是黑棋在加强了一手 就是在本身这个白棋拖进来之后 黑棋只是在这里面加强了一手 然后木数大了一点 这以后甚至白棋点一个可能还有可能有先手 然后但是白棋把这个棋筋给吃了 棋筋给吃了中间少了很多麻烦 然后黑棋也变薄了 这里木数多了好多木 刚刚我们有判断 本来黑的这个底下虎都是先手 对 这地方白棋木数会被压缩很多 但是现在全是实地 实地压力很大 黑的接下来走了这步 这个大跳 就把这个选择全交给了对手 这个招法看起来还是要唯控 还是想跟白棋去收关吗 对这个肯定就不想杀了 杀的话就等于是没有退路 这个白棋我觉得从直觉上应该是坚硬 那这下拐的必然性是什么呢 可以其实还挺心疼的这下拐 可能确实是怕你说的那个拐回来 就是走任何一地方白下不就会拐一下吗 就有可能怕拐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以后怕拐不着了 就是虽然这个棋吃了还挺大的 但是真的要是白棋破进来的话 你再去换一手棋吃这块口没了的话 这手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可能出入三十目 但是这边如果全没了的话 吃了那个不一定能够赢 我刚才想是不是黑棋有可能在补之前 应该先虎一下或者先掰一下 这样的话断的话 好我们看到黑棋走完这步棋之后 依然没有落子 对于黑棋来说现在这个局面很困难 也很难抉择这个地方 应该之后怎么去落子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为您带来接下来的比赛 一会见 一会见